用它的違規面積 来加成计价客与房屋税 这部分是没有法律预计的 如果有益收或误算 是要退还给民众 宜兰代理县长陈金德 一上任就送上大红包 退还农舍加倍课税 总计四千五百万 没有想到遭踢报 退税受益其中一人 就是他自己 至于我个人的部分 那么多少钱要说一下吧 你们不是查了吗 这个我还 维建退税退到自己固头里 引发争议 陈金德自行灭火 赶紧大喊捐出来 这个一万五 一万五 我们就捐给我们厌线农维发展基金 不只退税有疑虑 这栋存在名下五节乡农舍 就是一座大维建 填土挡土墙样样来 即使被克重税 现在依旧好端端的树立填中央 这个房子的所有前准是 房租庆议员是我们前期的 所以但是 我们采取比较高的原则 那就请地震处 汇总农业处去卸看 陈金德再加码 捐出代理县长期间 所有薪资月两百五十万元 相较刚上任的强硬姿态 身段放软不少 毕竟日前才因为理念不合 叫农业处长卷步盖走人 剧情转折堪比八田党 在地小农痛批 根本是长闹剧 为了一些政治的作秀 所以不断的在牺牲社会公众 最重大的利益 你中央说要保护农地 可是你实际上 地方民选的首长 他根本就是 位于这个所谓的选票压力 他们就不敢执行 农地变成选举工具 过去短短一年政策三变 2016年 林聪贤因为滥发建造 为了抚平抗议声浪 寄出房屋税 参加一至三倍新规定 反而招惹农社住户骂声不断 结果隔年副县长 吴泽成代理职务 先甩前掌官一巴掌 取消加倍税金金制 同年十一月 陈静德再加码第二掌 宣布退税 三位县长在延哪一出 宜兰县最年轻议员薛成毅 很清楚 当选前一直把农地问题 放在第一位 县府态度反反复复 施政成绩只会一再扣分 他应该要继续延续 他之前政策所踩的立场 或处理的时候 但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在这之下去细谈 其他的面上要努力 跟改善的其他事情 陈静德每一步被外界解读 有政治目的 其实有迹可循 一登位 民进党宜兰县县县县 初选战况批变 曾表态有意交出县县县宝座的 宜兰市长张聪恩态度松软 再加上两人和行政院长赖金德 同属新潮流戏关系匪浅 政治零驾专业 曾經得背轟用錢買民心 憲民雖然知道有其背後意義 但即使只能拿回一塊錢 似乎也買單 更不用說是萬元起跳的 加倍房租稅 當然是很開心 可是我不知道 他這樣的政策能維持多少 譬如說你現在算你算皮 還要擲什麼條件 這你不知道 對民眾來說 當你退回了這些稅 或取消了這些加價 他可能不會特別覺得 感激或開心 但他會很記得的 或很有感覺的 是之前所受到的傷害 加倍課稅取消獲得肯定 民進黨似乎長逗填頭再加碼 端出4500萬政治籌碼 打折農地農用 高含土地正義 無計可施之下 只想靠錢解決一切 這一塊燙手山芋 無疑是民進黨2018年 宜蘭選戰最大絆腳石